凌儿 凌儿 你没事 凌儿 凌儿 我一直暗中搜索小殿下的下落 也是上天眷顾 我幸运地赶在夜天翊刺杀之前 找到了他 随后战事爆发 我怕夜天翊不肯就此罢休 便将小殿下藏于寺庙之内 没想到 还有了意外的发现 贫僧很喜欢这位小施主 他长得 和你小时候一模一样 他 你是 阿弥陀佛 贫僧便是云王府 早已身故的世子 也是浅月你 和凌瑞的生父 爹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么多年 我们都以为你已经 爹 你去哪儿了 当年 当年 陛下 此物乃密探 从慕容将军府中搜查所得 慕容将军暗中勾结齐国旧物 还刺藏齐国玉玺 由此可见 此人的谋逆之心哪 陛下 慕容将军 从始祖皇帝起 就归顺天圣 为人稳重守诺 怎么会是金华之辈 能背叛救主之人 何谈人品可言呢 若是为了救主 能够忍辱负重 可见此人 城府极深 也不可委以重任哪陛下 那单凭一件军服 就怀疑他人有异心 未免也太草率了吧 陛下 您有所不知 当年齐国灭亡之时 强暴中的齐国太子无端失踪 据闻 这就是慕容将军 投靠天圣的原因 他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帮助其幼主复国 所以 他一开始就藏有祸心的陛下 好 即便真的如此 也应该查明真相 请皇上定夺才是 也不能三言两语 就定他人生死吧 是 云老王爷所言极是 滋事体大 此事就交由云老王爷去办 要细细地查 更要暗查 退下吧 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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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王爷还是操之过急 并无一锤定音的铁证 又何必惊动陛下 如此一来陛下反倒以为 是你包藏祸心挑起事端 为天圣铲除逆贼 本王无所顾虑 只是怪那云王爷一再推脱 要求重审 不知他事何局心 慕容将军结交朝中不少权贵 就连一向孤傲的荣王爷 也与他交好 可见他手段之高 这样的人 又怎肯轻易受人以禀呢 今日 连云王爷也为他撑腰 说不定这两个人私下里 还有什么其他的勾连 这就更难结案了 听秦相此言 似乎也不相信慕容一族 我们信与不信 都不如皇上认了这桩事要紧 如何认 死无对证 自然是无处可查 我既然要查他们 肯定会准备充足的证据 这样也让他们无从抵赖 冷王爷 这是何物 能让陛下解惑的证据 冷王爷不是一直想知道 失踪的齐国太子 是不是跟慕容家有关吗 这便是慕容将军写给齐国固有的书信 告知齐国太子一切安好 以改名换姓养育家主 从时间上推算 正是慕容将军的长子 这可是机密 秦相是如何弄到的 鱼有鱼路 虾有虾道 这都是不入流的伎俩 不值一提 如果王爷觉得有诈 一验自己便知真假 只是下官觉得 若是任由这个逆种长大 日后必养虎为患 说不定 他要向王爷讨要齐国的血债呢 不得不防啊 是 本王都要看看 谁活得更久 是